以及皮 哎 等会 算 错了 哇 说啥呀 那给你整不会了 对你给我整不会了 优质 真实 敢负责 为你带来最权威的吉他界知识与资讯 欢迎大家来到吉他干货铺的科普箱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玉米吉他工作室的玉米老师 来做客我们频道 hello大家好 我是玉米 之前有看到玉米老师在你自己的频道当中有做过专门那一期关于Taylor Jasmine的一个横向的旅行琴的评测类的节目 是的当时做过一期由于后台很多粉丝提问相关吉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被动的做了一期这样Jasmine的评测 当然自己不是很满意了 我们频道的阿秋老师在之前吉他干货铺第1617期也系统做过两期关于Taylor Jasmine的科普类节目 但咱们两个频道的节目好像都是讲述吉他声学的特性与吉他的参数相对来说多一些 不知道玉米老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认真真的去看得下那些相对来说比较枯燥 晦涩难懂的一些吉他评测类的视频的 是啊 因为大部分消费者还是迫切的希望知道一个结果 你直接告诉我买哪一把吉他 我不会吃亏就完事了 你讲那些详细的参数对比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用 之前的节目咱们都讲述了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和参数 今天咱们就换一个角度 就让我跟玉米老师来从消费者的角度就三个问题简单的我跟大家聊一聊 人们真的需要一支旅行琴吗 如果需要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出场Taylor Jazz Mini呢 我们在购买Taylor Jazz Mini的时候都选择了哪一支 在我们之前吉他干货铺第七期的节目当中介绍过 Taylor Guitars 品牌于1974年由Bob Taylor以及Clock Lister在加利福尼亚州创立 与Gibson吉他马丁吉他并列 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三个木吉他工厂琴品牌之一 在之前吉他干货铺第1617期的节目当中 为了证明木材对吉他音色的影响 我们选取了全系列Taylor Jazz Mini型号 进行音色横向对比视听 根据Taylor吉他官方产品图色对面板 贝色板 木材声学特性的描述 Brelow官网木材声学特性对比图 以及演奏实听的音频及音频播行图 我们最终给出了五支吉他的音色特性结论 以及Taylor Jazz Mini 木材搭配由低音向高音音色中间明亮的排序 依次为Avonco 古银苏木 Warnet 胡桃木 Spili 沙比利 Koa 相思木 My Hogni Spili 桃花心 沙比利 今天借着玉米老师来的这个机会 我们就跟着玉米老师一起 在不讲参数的条件下 以消费者的视角简单聊聊 我们会选择哪一种木材的Taylor Jazz Mini 首先先是以这个云山未满为主 背侧版不一样的Taylor Jazz Mini的系列 在背侧版的配置当中呢 一共会有四个木材的选项 分别是这个Spili 然后沙比利的背侧 Warnet 胡桃木的背侧 Rosewood 玫瑰木的背侧 以及Avonco的这个古银苏木的背侧 但是呢 在brelau声学特性对比图当中呢 Avonco与玫瑰木中间的这个音色的差别并不明显 而且Rosewood 玫瑰木它在低频上的一个响应 会比Avonco的更加出众一些 所以咱们忽略掉Avonco的这个配置 那在这四种配置当中 以云山版为首的这个Jazz Mini 如果是玉米老师你来选的话 你会选择哪支吉他作为你的吉他呢 我先说结论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选玫瑰木的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它都是云山单板 这种材料就是软材 它的动态包括它的音量都会稍微大一些 那么我们只看背侧的区别 这个玫瑰木和沙比利 还有一个胡桃木这三把 首先你要知道 Jazz Mini它不是全单琴 它是面单 那它的背侧一定是盒板 盒板的材料它本身就是比石木 它会吃透声音多一些 那么它的反馈相对来说 肯定是不如石木好的 那么在大家都是盒板的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玫瑰木的 还是会更贴近于石木玫瑰木的音色 因为大家在选择吉他的时候 大家见到很多那种云山都是配硬霉的 所以这种声音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选这种 如果是消费者或者行友他不需要电声款 要在原声当中做选择 而且背侧板完全都是相同的 斯皮里沙比利的这样的配置 只有面板是不同的 一个是西体卡的配置 另一款是这个玫瑰木的桃花芯的配置 如果是原声款的话 我个人也是先说结果 我会选桃花芯的多一些 因为在这个里边 我更多的会倾向于跟大家去讨论一下 捅身捅型的一个概念 就是尺寸 因为大家知道你们去看优克莉莉的时候 会发现优克莉莉的吉他很少有低频特别多的 而大筒型的吉他低频都会比较多 那么大家从这个极端的例子里就可以看出 捅身的小 他一定会影响吉他的一些频段 就是他的高频可能会比较突出 低频会稍微削弱一些 那么在小尺寸的吉他当中 我个人又是一个老玩家了 我什么琴也基本上都顽固了 那我在选择这个小吉他的时候 我更希望他能够体现出一个均衡 并且比较丰富一点的音色 来自Taylor GS mini的最后一套木材配置 也是Taylor GS mini最火爆的一套木材配置 全KOA相思木的Taylor GS mini OK那我首先要问小君老师一个问题了 他卖的最火爆是不是卖的最贵的 是的 他的零售价是所有GS mini里最高的 OK那么正常来说卖的最贵的 不应该是卖的最好的 首先KOA的全名是叫夏威夷相思木 但是大家要清楚 不是所有的相思木都叫KOA 这个木材非常特殊 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另类新颖的 这个木料又有非常特殊的纹路 它的切取方式导致于它的纹路 非常的变化多端 那么你可以去选择 因为每一把KOA的GS mini的纹路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跟卖家去说去商量 那我能不能选一个我心仪的这个木纹 比较特殊 那么也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消费心理 那我花同样的钱 大家都是KOA的 那我花同样的钱 为什么不能买一个特殊一点 或者我中意的这个木纹呢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它的音色 这个音色 当然你的升学对比图我看过了 然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也是这个音色 非常非常的亮 那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偏音色的取向的话 我可能不太会选择它 但是如果选择这个外观的话 比较推荐给那些颜值党 很多人眼里颜值即正义 那么这个观点是我的观点 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玉米老师系列的点评与建议 那么希望本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你 OK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吉他社官网的吉他干货铺 与玉米吉他工作室 我们将会在未来为大家更新更多 有趣经典主流的吉他界知识与资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小青老师 今天怎么一个人来这个节目 二球老师出去演出去了 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个请问你们今天是不是缺主持人呢 哎你不是那个哎 那个老王集的评设 好